好 親黃 剛剛這個川普 我在這個美中簽約的同時 他公開講 他說他跟前任的美國總統不一樣 他譴責他們 他說川普的不一樣 是我說到做到 然後我要跟北京簽約 就簽出一個真正的文本出來 對 因為在川普來說 我們知道他今年要大選嘛 所以川普要證明 他跟過去的總統不一樣 他就告訴你說 你們處理不了的中國貿易問題 跟中國問題由我來做處理 所以他要講的事情是 你看我們真的關稅 都還沒有撤銷的情況之下 我就有辦法逼他簽這個協議 而這個協議裡面 有很多部分是過去的總統們 沒有辦法要求中國做到的 所以你看川普這一場 這個相關的發表完之後呢 你也看到川普的 這個全球貿易顧問Navarro Navarro怎麼講呢 Navarro就特別出來講一件事 他說如果中國不遵守協議的話 美國會採取對應措施 那麼Navarro在講這句話的 前一個禮拜 他跟這個川普之前的國師班農 兩個才講什麼呢 說這會是一場新的革命 所以Navarro跟班農所用的字 不能不說不中 但是裡面的重點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他在幾個領域的部分 這第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他們所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當然很大一大塊 是在所謂的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那麼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在相關他們簽的96頁的文本 我去看的時候呢 其實細節真的蠻細的 那個幾乎就是美國人手拿手 告訴中國人說 這個關於這個智慧財產權保障 你要怎麼訂 關於專利權你要怎麼訂 關於舉證責任要怎麼訂 甚至關於生技類的實驗數據 要怎麼拿出來才算有效 所以那個都是講到非常細節的部分 所以等於是美國人告訴中國人說 你要怎麼去訂智慧財產權相關的規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談的是什麼呢 是談到關於過去美國企業最討厭的 我到你們中國做生意 你都要強迫我要先做技術移轉 所以你看Navarro自己寫的書 誰吃過虧 波音吃過虧 然後做太陽能的公司也吃過虧 企業也吃過虧 很多美國的大公司都吃過這種 被強迫技術移轉的虧 那麼這一次也約定好說 這次貿易協議簽完之後 你不能再強迫美國的企業 去做技術轉移之後 才可以到你那邊做生意 這是不準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 當然最重要的核心是 要求要加大對美國的商品採購 這個部分很顯然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要平衡雙方的貿易逆差而來 所以在裡面我們看到的是 要求兩年要買2000億美金 而且這2000億美金還有規定 我覺得這有點難 第一個 他說製造業的商品要買到780億 然後農產品要買到320億 能源產品要買到540億 服務類的產品要買到380億 所以他分做好幾個項目 要組成這2000億美金的商品 那麼中國能不能買到這個數字 然後具體達成度多少 這個就有待觀察 那麼第四個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過去 中國會限制很多外資 去他那邊投資金融業嘛 那這次也告訴你說這相關的很多限制 你要給我取消 我美國的公司可以到那邊經營金融的一些 相關的企業 然後呢 連性貧產業 其實這件事還蠻多中國人叫好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中國都覺得自己本地 中國自己的性貧產業 常常貧的亂七八糟 一點可信度都沒有 而且還常常誤導大家 所以他們很歡迎外資的性貧企業 然後到中國去做投資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匯率操縱的部分 也要求中國不可以再做匯率操縱 所以這一些林林浩浩都總總的講完了之後呢 一定要附帶一個最重要叫爭端解決機制 意思就是以上這些講到都沒做到怎麼辦 講到都沒做到 為了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雙方要一起設立所謂的機制處理辦公室 那麼這個爭端處理辦公室 它還有個很大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告訴你說我美國發現哪件事情 你那邊沒有做到 我提出來之後 你在十天或二十天內要回覆我 然後雙方是什麼樣 比如說部長層級 接頭談完了之後 如果二十天或三十天內還不行的話 再由哪一個層級繼續再去談 如果最後還是不成的話 那我就可以終止協議 所以他們在這次裡面 把這上到下的部分定得很清楚 所以在這裡面相關的東西定完了之後呢 一定會有人要出來講話 這個人叫川普 你是川普 簽完了九十六頁 你會不講話嗎 不可能嘛 所以川普發了兩個推特 川普很高興 第一個推特說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交易之一 那當然這個話 他到底這個是真的假的 這個見仁見智 但至少可以反映一件事 川普心情很好 還有美國股市投資人買單 昨天道琼大漲兩百六十多點 再創歷史新高 對 這個是川普一直標榜 他可以讓股市一直創新高 所以川普發的推特講的是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美國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下個階段是美國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協議 然後第二篇推特 這個川普發的是農民們 他特別強調是美國的農民們 怎麼樣呢 對新的中美貿易協定 還有要跟墨西哥和加拿大簽的協議 感到非常的滿意 然後呢 川普特別強調喔 因為其實川普這話是講給民眾聽的喔 表示他進入大選那個狀態喔 他說 我希望他們 就農民們 能記住 是我從海量關稅中獲得巨款 並且幫助他們度過最艱難的時期 所以你從川普這句話講完之後呢 就會發現川普除了進入正式選舉狀況之外 他也要告訴他的選民們 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美國其他總統都做不到 但是他做到了